1937年7月7号 如果你跟当时的中国人说 我们所有的军阀 未来会有一天放下枪口 离至对外并肩作战 一定不会有人相信你的鬼话 但是7月7号全面抗战爆发 如果你坐飞机网上看的话 你会发现全国的军队都在急行军 如果你看到披着斗笠的 那是四川流向的川军 扛着大刀的是西北王冯玉祥的西北军 穿着短裤的是广西王李中仁的贵军 如果你看着戴着法式头盔的 那是云南王王龙云的滇军 骑着马的是青海王马不方 和宁夏王马洪腿的马家军 如果你发现大量抄着河北口音的 那其实是山西王延兴山的近随军 六万贵军精锐 走了两个月才走到宋库战场 三天就消耗殆尽 仨人不眨眼的马不方 拍出了大将马镖 而滇军的六十军死战不退 才换来了后来的塔儿庄大姐 装备极差的西北军 几乎参与了当时抗日战场上 每一场重大的战役 继随军196旅 当时出去打仗的时候 一共是五千多人 活着回来的只有几百人 而这几百人里并没有他们的旅长 震惊的日军还为196旅的 这4300名王魂 专门设立的魏灵塔 四川王刘湘以前带着川军去打前军 打完前军又去打滇军 打完滇军又去增四川 西南都不乱 刘湘说了算 他就没有消停过一天 7月7号卢沟潮事件爆发之后 他立马下令自己的各军军长 各式师长 持反驻地准备打仗 然后他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时候 跟蒋介书说 四川可以出兵30万 但其实在最后的这抗战的8年时间里 四川光阵亡的士兵最接近30万 9月1号 刘湘带领大军出船作战 那个时候 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糟糕了 所有人都劝他 其实你没有必要亲自出征 然后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过去打了很多年的内战 脸上不剩光彩 今天魏国效命 如何可以在后方口安 两个月后 他的胃癌发作 然后在战场上开始大凸鞋 之后一年就去世了 去世之后 他留下遗嘱说 抗战到底 始终不渝 敌军一日不退出我国国境 川军将一日势不返向 所以这些军阀无论以前多么不堪 我们民族的威王之初的时候 他们漫漫烈烈的一无仿佛的展得出来 这大概就是人间庄严 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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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